女人如花需要更多的呵护与保养,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我们会因为体质的原因,导致了我们常常会患有一些妇科病。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我们有哪些办法,可以预防妇科病的发生呢? 蜂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之一,含有丰富的营养,香型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,身受大众的喜爱,常喝蜂蜜水也具有很多益处。 女性生活中强行饮用蜂蜜水,对于女性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作用,帮助滋养肌肤,还能杀菌消炎,滋养卵潮,让你身体更健康。 紫菜有历史作用,可以增加脂肪和代谢物的排出,经常吃的人可以减肥瘦身。 此外,紫菜所含有的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,同样可以帮助排泄身体内的废物及毒素,可以预防妇科疾病。 身体抵抗力弱的人,很容易受到病菌炎症的攻击,化伤复刻病。 大蒜,经常使用大蒜的人,身体都很少有炎症的,因为大蒜有很强的抗菌作用。 人们对大蒜还有这样的一个美成天然抗菌素,从这就可以看到大蒜的功效很强大。 所以每天使用一颗大蒜,再也不用怕妇科炎症。 一米,一米不光有厨师排水龙,它和红豆搭配,还有补血养炎之功效,帮助消化学生体内的毒素,更快地排出体外,还有减肥之功效。 红糖水对于女性来说真的帮助很大。 大姨妈来的时候喝可以缓解痛经还能暖工,促进体内造质的排出,对于暖潮是极为有益的。 另外红糖具有一期补血,活络经脉,以及滋骨养炎之效,多喝红糖水的好处很多。 血便又被称为是植物眼窝,足以证明它的营养价值了。 它的使用方法也是很简单的,温水泡开后使用就好了。 它被称为是浅然的眼窝,有很好的保养作用,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,不仅能缓解妇刻病,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